进攻狂人火箭到底看到什么 瞬间鸟变憨斗激动的两眼泛出泪花 如同世界杯一样沸腾的现场 丁俊辉更是激动的手舞足蹈 笑得更是合不拢嘴 两位大师碰撞出了怎样的火花 让沉闷无聊的斯诺克激情四射 本局就是史诗极名场面 中国龙丁俊辉大战火箭奥沙利文 没想到开局就是王炸 六边形火箭出手就离谱翻车 露给了丁俊辉长台抵带 看到机会的丁俊辉没让火箭失望 半决赛碰到火箭的足迹 完全自信的辉哥脸上没有任何压力 白球精准连接上黑球后 让人意外的一幕再一次上演 导播居然给出了满分干147的提示 这种待遇在斯诺克中只有火箭响远 侧面说明导播一定是丁哥铁粉 结果丁俊辉不复众望 内心已经开始盘算满分干147剧 休息区的火箭完全想不到 自己开局的大一世荆州 会在休息区把冷板凳彻底坐穿 火箭与老丁双方交手35次 以25胜7负3平的战绩 占据着赛场的主导权与优势 从防控与进攻来讲还是高于丁俊辉 但本届大师赛丁俊辉手感爆炸 一路过关斩将杀进半决赛 这种短回合机制对丁俊辉非常有利 曾经赛场面对火箭丁俊辉累撒赛场 本次碰头火箭似乎要爆一箭之仇 虽然偶尔丁哥状态不稳定 但作为亚洲荣誉最高的职业选手 很多欧洲球迷还是对丁俊辉期待很大 本局中更是高能场面接连而至 球形对于擅长操控的丁俊辉没有阻力 依然有单下的红球可以叫 要奠定本局满分干147的话 就看后续每一干K球和走位了 围球虽然没有火箭魔幻 但在世界排名上也是前五的实力 复位飞球白球走位出现了瑕疵 排面虽然还有中弹红球可以吃 黑球要想再次叫到就很难受 sack 。 。 我就是不乖 最好 十分上一 cores 我也是 不乖 十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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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片刻的观察手握架杆 准备一条路走到黑墙行叫黑 漂亮 果然不负众望 这档大角度的底带真是太准了 虽然这档黑球是手板 下面继续叫红的话很吃操控 果然没有叫出舒服的角度 又是拼准度的时刻到了 真是太秀了 当着火箭面秀中带 白球大秀一波离谱走 火箭看紧张的同时 现场观众们也都捏了一把冷汗 从岛部视角来看现场人山人海 看来欧洲的球迷都很期待老兵碰口品鉴 英伦三岛大师们的内战 也许已经看得视觉疲惫了 期待亚洲小伙打出满分杆147 把火箭送进历史背景第一次 这一杆打得真太可惜了 白球没有K到红球让丁哥很难受 此刻桌面已经没有单下的红球 霸气的满分杆难道就胎死刺中了吗 面对外三层内两层的红球 丁俊辉到底要怎么打呢 全场观众拭目以待 这杆组合球真是妙比生花恰大 全场观众给出热烈的掌声 看来本局谁也不能阻挡 丁俊辉冲击147的决心 汉斗火箭已经越看越紧张了 目前本局胜利已经成功锁定 就看最终的王炸147满分杆了 希望不会和倒霉蛋塔猜亚一样 每次到最后黑球完翻车 从做无空位的观众戏来看 我鉴于老丁的对局是备受主任 人气在欧洲是相当的高 结果丁俊辉再次玩上一波走当思 这一杆的走位实属拉胯 接近垂直角度的黑球底带 并且这种阵型必须要借助架杆 导播再次给到火箭进攻 咬着手指这一波 看丁哥打满分杆真是比自己打还揪心 也就是这杆球让现场彻底沸腾 薄得让火箭老累纵毫 但白球与黄球的角度更是离别 真是一杆走位失误后续全是难度 难度上已经能与马哥不走位147米间 憨斗双眼炯炯有神探向努力 表示哥哥很期待 好家伙 黄球居然壮胆而出 可从现场的掌声和呐喊声进来 事情似乎并没有这么紧 回放中黄球居然弹回了中代 正是丁俊辉这一波鬼子球 让火箭激动的拍案叫绝 相信此刻火箭的脚一定是马的 如同过山车的剧情让观赏性直线爆料 来到重头戏大角度绿球 收下就能解锁本局147满分杆 把火箭送进历史背景地 真是太可惜了 绿球没能打进 不过这种角度的绿球 怕是金卓手马哥来了也不一定打进 不过本局丁俊辉打的确实精彩 气势上一点不输主战场的感见 更热烈和感情 更热烈和感情 更热烈的那